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安其事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上帝从此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我们被逐出第一个宣教地方之后 就转移镇地来到印尼中苏拉威西省的布科村 因为当地已经有接受了圣经并受了洗的居民 在布科村大多数的居民是新信徒 我们到达了那里的时候 居民热情地欢迎我们 尽管对我们来说 在当地进行查经非常困难 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只是想叫我们为他们祈祷 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后 我们决定举行一次报道会 希望人民能听到上帝话语中的真理 组织一场报道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必须得到村长的许可 当我们去拜访村长时 他拒绝见我们 并声称他尚未收到任务委派书 和报道会的许可申请书 实际上 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将文件交给他们 我们知道 这是魔鬼为了破坏聚会而耍的花招 值着祷告 我们相信上帝会为这件事开路 而他确实也做到了 所以我们就预期举行了陪灵会了 到了第五天 我们开始怀疑 为什么我们的陪灵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就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阻碍一样 但是 上帝允许我们再次陷入困境 以彰显他拯救的能力 首先是在村长家 这一次就是在村委会 村委会要求我们停止聚会 如果我们不配合 就将我们带到警察局 连我们的张鹏也都会被村民清拆 因为只是剩下一个晚上的聚会 我们跟他们协商 希望能够让这场陪灵会圆满结束 况且我们的课程内容 也没有偏离圣经的教导 但村委会坚决要求 立刻停止聚会 我们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并向上帝祈求祂的旨意和目的 我们打算放弃 也觉得我们的事工是彻底失败的 但我们仍鼓起勇气 不论面临什么问题都要继续聚会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传达圣经的真理 在最后一个晚上 牧师没有发出呼召 所以也没有安排浸礼 尽管有一个家庭很想接受主 我们只能祈祷 并鼓励他们顺手委身的承诺 赞美上帝 陪灵会之后两个星期 他们接受了上帝的真理并受了洗 上帝在我们的事工中 做出了惊人的安排 在他的时间表中 他将一切变得美好 以上是西印尼分校第三届报导时 来历巴路斯 以及塞拉斯水西黑谭的分享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上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